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我怕你们全都跑掉了 我们两个话准备 家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要进入准备好 就是要做下一步打算了 下一步打算了 已经在准备 对 然后两个人的那个事 那种事好事反正是个好事 准备给几年对提亲了 对 就是提亲 就是这个事 说简单点 说粗暴一点就是提亲 几年他要去见一下他的公婆 对吧 然后他很紧张 他的话可能没做好准备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有我在 几年你就不用放心不下 有我在 没什么 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没什么大不了 对 没什么大不了 知道吧 今天他怕 其实我的家人 我说实话 家人们 我的父母他们和你们是一模一样的 见到几年的第一眼开始 真的就觉得 因为我父母他们也没闺女 就见到几年的第一眼开始 就真的被这个小女孩 深深的吸引 都觉得他太懂事了 我见到你第一眼 我都为你深深的吸引 我的父母和你们全都是一样的 把几年就好像当成自己的闺女一样的 然后最主要的 几年他告诉我 他说他有点怕 几年他跟我说他有点怕 你们知道怕啥吗 他怕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父母太喜欢他了 他怕让他们失望 有什么好怕的 万一我以后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呢 哪有做得不够好的 你告诉我 要不要我现在 因为我打个电话 马上打个电话给我母亲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让他 我让你说说有什么疑惑 我马上叫我的家人马上给你解答了 没有没有 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我的母亲 没有没有 没有 那有什么好 没事 没关系 今天我不打 这样你先说说说来听听 你到底紧张啥 有什么好顾虑的 你告诉我 我帮你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你结过婚吗 为什么问这样的话题呢 那你没结过婚的话 你也会紧张呀 我呀 我还好 我带你去见我的父母 我一点也不紧张 但是我要去见你的家人 我还真的挺紧张的 对不对 家人 我见我父母 我紧张啥 那我虽然也没结过婚 但是见几年他们家人 我肯定就得紧张了 那我没结过婚 我紧张 很正常呀 很正常呀 那紧张啥 你说来听听嘛 我看一下 说来听 你先 因为我们直播间 大家很多都是过来人 你说出来 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然后帮你打消你心中的顾虑 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是汉族嘛 然后我是少数民族 我觉得我们两个生活上 肯定有很多习惯是不一样的 什么习惯不一样呀 很多呀 哪方面的习惯 我觉得咱们一起 已经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久了 家人们 我们该了解的都都了解了 真的 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的呀 都比较好 嗯 对不对 都比较不错 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啊 今天他不愿意就算了啊 待会再说吧 什么不愿意呀 他们说打电话 打电话 我以为你说去见家长不愿意 待会儿 嗯 别人会说 嗯 嗯 这个好吃的 嗯 你喝了 喝呀 怎么了 我喝过的 你不你不能喝吗 喝喝喝 嗯 叶总 叶总的父母都是很有素养的 对 家人们啊 我说实话 我的父母他们都还是比较有素养的那种 呃 我相信了哈 这样几年 他们很多人都特别好奇 我的家人他们是什么样的 你给大家心中一下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你和担心你嘛 就担心你如果你嫁 万一你嫁过来 呃 嫁过来过后我们家人性格不好 会不会亏待你 不会不会对你不好 他嗯 安安的家人都非常的热情 而且对我是真的发自类型的很好 而且我是真的感受到的 就比如说很多细节 他妈妈还就是真的就是很细心 非常细心 他还给我就比如说他怕我休息不好呀 还去逛超市那些经常给我买睡衣拖鞋 睡衣拖鞋 然后还给我买鞋这些 然后经常说他说他的父亲就经常跟我说 他说你就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呀 不要觉得很拘束 然后他说我们家也没有闺女什么的 我们一直想要个女儿 你现在来家里 你就是和我们女儿一样的 就这样的 对呀 本来就是呀 嗯 所以说你不要去 就他家人真的对我是真的很好的 叶总你们家有几个 呃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能说哈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有几个我们家 这个其实也不能也不是说不能说 很哎 就很一般哈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了 一般家庭都会生几个 但是我们家的话也没有生几个 我是这个 对 一个哈 就这么一个 所以说小几年 我们我们父母那一代 他们当时其实也都很想要再给我可能添一个这个妹妹呀 或者我现在就说你妹妹了 你现在你成我妹妹那成什么样的 那什么我妹妹的 有点有点 有点 那太扯了 对吧 好不容易小几年以前称呼我称呼为叔叔 这双奶酱太好喝了 好不容易把这个称呼给改过来了 他现在又想又想当我的妹妹了 那可不行 今天那妹妹的怎么呢 那乱套了 你这个样子哈 就说我的父母呢 肯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 知道吧 然后你也不要有压力 对吧 你也不要有压力 我是错了 我刚刚不是不该说是妹妹的 他们都笑我 待会大家要笑话你 不带脑子对不对 待会你们是不是得笑话几年 我们我告诉你哈 我虽然我只有一个 但是几年他们家庭 他他的妈妈也只有他一个哈 现在这个事儿就不说了 但是他们的一般情况哈 比如说你们家庭里边 好像都比较喜欢 呃 就是人气比较足 是不是 嗯 你们的家族里边 家人们哈 几年 因为他起了几年 这个姑娘 他他大家都知道 他是少数民族 他们家庭家族里边 他们就喜欢呃什么 他们喜欢多增加一点人丁 人丁兴旺 你的你的妈妈他们有几个 你的你的奶你的 啊啊呃 外婆生了几个 七个 七个 嗯 恰了 牛不牛 牛不牛 七个 就说 呃 我觉得哈 真的 七个的话 你说人丁什么 很兴旺 人丁特别兴旺 对不对 你的外婆生了七个 你的外婆的 你外婆生了七个 嗯 你外婆 你的父亲哪边呢 七兄弟 七又是七兄弟啊 嗯 我的天呀 太牛了 那我问一下几年哈 他们的这种观点 到了你这一代 嗯 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嗯 我说来听听哈 家人们 我们想要想要听一下 几年对于这个 这方面的话 他是怎么想的 你看 我生七个 我怎么可能 我干不起 家人们 我真的 七个 那不得了 不得了 我不是叫你生七个 今天 哇塞 真的怎么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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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父亲 他们那边是七个 你母亲 他们那边又是七个 你意思 我以后 要七个孩子 你七个 你那个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哈 哇 这可不是我说的哈 家人们 我可没说过 让几年要七个 这个是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说 你怎么想的 我想知道一下 因为你的父亲 母亲 他们都是 你看 他们的思想 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 哎 七兄弟 对不对 家人们 有一个什么事 我的天 兄弟姐妹们 直接打个电话 全都到位 特别特别的团结 特别特别团结 我问一下今天 你见过 因为你们那边 呃 就是说哈 比较 喜欢人丁希望 兴旺 你见过他们生的 最多的有多少 我亲眼见的吗 你亲眼见到 九个八个女儿 一个儿子 啊 我的天 这么流洋 嗯 啊 那你 你怎么想的呢 呵呵 我会想你怎么想的 我没说让你 我可没说过 让你生这么多 他们说越生越 生多了会 虫 因为养不起 怎么可能 生太多了 我告诉你今天哈 你别说七个了 咱们家 要是有十个 我都养不起 我不行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 对不对家们 你们觉得知不知识 我今天必须把话放这儿 我砸锅卖铁 那没有说什么养不起的 没有这个说法 对不对 咱们砸锅卖铁 那都必须要 你别说七个了 你十个 二十个到都必须 呃 必须支持 知不支持家们 对 对 因为我们网络 我们直播间 很多姐姐们 阿姨们 很多朋友们 你们是一路以来 见证我和今天的 我们两个人 从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 一路以来 见证我们两个人的成长 也看到几年 一路以来的蜕变 她从一个大山里边 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一路走到了现在 嗯 真的 我觉得真的 今天这种感觉哈 特别特别的 呃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这个这种感觉啊 很奇妙 就很奇妙 真的特别的奇妙 看着几年 一路以来的成长哈 家人们 有没有一种这种 怎么说呢哈 真的 他们见证我们 家人们 有没有 有没有那种 好像感觉自己的孩子 长大了 懂事的那种感觉哈 真的 有一个事哈 就是 我喜欢 就是女孩 哈哈 万一我以后 万一我以后生的全是男孩呢 那怎么行 你是不是也把我赶出门 我就喜欢女孩 你直接先给我生两个女孩再说 哦哦 我能定吗 这个我能定吗 你们觉得怎么样家儿们 我喜欢女孩 你们知不知识 因为我怎么说呢 人家我们民族都是 还是很多大部分啊 都喜欢男孩 我们家乡啊 包括我爸爸他们那边的 很多都喜欢男孩 不行 我喜欢女孩 我告诉你 你如果 我要有女 生到有女孩为止 必须要有女孩 我喜欢真的 你这个 怎么了 我这种要求 你说的什么呀 你说的什么呀 我在说啥呢 我这个 你是不是太想要女儿了 说来投婚了 我上头了 你上头了 家儿们我有点上头了哈 盗篮子主义了 我其实 不是 我开玩笑啊 就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女孩子 因为我觉得女孩特别懂事 因为我想看一下你小时候的样子 哦 哦 知道吧 原来你说 你想要女孩子 想看我小时候的样子 我想看一下你小时候的样子肯定特别的可爱 我跟你说 但是如果基因遗传到我的那 那就 那只能够你 你自信一点 那只能够你看我小时候的样子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万一我到时候这个基因那个没搞好万一就只有看我小时候的样子了哈 那太尴尬了 女孩都像爸爸 你知道 女孩儿其实特别的好 谢谢这个江南姑娘 谢谢阿姨送的你哟 因为几年都这么懂事哈 谢谢哥哥还是叔叔 如果是女孩儿 那真的特别懂事哈 到时候看缘分哈 看缘分 对吧 生儿生女看夜总 看压力给你了 给为什么要给我 正好我没有压力了 为什么要给我呢 三百万的叫你唱歌 叫我唱歌呀 家人吗 我的天 我一唱歌 我告诉你啊 现在咱们直播间一万九千个人 我一唱歌你们全都得喷我 信不信 我唱个什么歌 哎呦 你唱一个 什么歌 今天 这样 你唱我的歌 我唱你的歌 你的什么歌 我的 你作词 今天你来当一下歌手 我当歌手啊 我问一下啊 今天 你们家 就是你的 你给我讲一下哈 比如说你的母亲和父亲 他们有没有什么爱好 你给我介绍一下 我到时候我好做准备 我来之前我还有一点准备 一般 家人们您帮我想一想 您帮我出谋 画车一下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我要去 尽情提亲之类的 哎 我需不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或者是我拿哪 哪些小礼物会比较好一点 你们应该都有儿子 还有女儿家吗 你们有 有没有经历过的 就说自己的女婿或者是 呃 这个 对吧 好儿媳 来家里边做客 提 另一点什么 小礼物好一点 有没有推荐的 然后 你还有 你空手来都可以的 我那怎么可能打空手呀 有时候不可能嘛 那没事的 你唱他们叫你唱吉年姑娘 我唱吉年姑娘呀 我唱的那个吉年姑娘就唱的太好听了 真的 我也想唱吉年姑娘 我们两个艺人唱一半 可以呀 合唱呀 那挺好的 来 家人们合唱的哟 那你 我说话上话 你们 但是你们先答应我 不可以喷我 不可以骂我 家人们 我如果唱歌 因为我唱歌 肯定不会像吉年唱的那么好听 哎呀 吉年唱歌要 也就说什么 其实吉年他这种歌声 他唱歌肯定是不用花钱的 但是如果 他这种歌声让我花钱 我肯定都愿意花钱听他唱 吉年 你真会夸 我跟你说 家人们 我以前 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就是他每天都会给我夸我 各种夸奖 我各种就是 说一些赞美我的话 让我有信心 他就是 来 你先 吉年唱歌的话 真的太好听了 我唱歌就要命 你唱前面这一段 我唱后面一段 这首歌送给直播间每位 关注我们的安心粉 直播间的家人们 哥哥姐姐 一些阿姨 一些奶奶 一些哥哥 一些叔叔 一些 不会喷点 不会喷的 直接打个小一 我扣个一 我看一下家人们 到时候觉得 叶总唱的好听了 家人们就 扣666 他唱歌就扣666 来 开始 我直接 我 开始 这么 这么直接 你唱前面一段 好吧 我给你 后面一段 那我就随意发挥了 乱梁下 我迎芬芳 是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 你父亲走忧伤 桥边歌唱的小姑娘 你眼角在扭堂 你说一个人在逞强 一个人念家乡 风花模样 你落落大方 坐在桥上 我听你歌唱 我说纪念姑娘 你的芬芳 我把你放心上 刻在了我心堂 纪念姑娘 你的忧伤 我把你放心放 不想让你流浪 哎呀 哇 怎么样 下一段我唱吗 你唱 必须你唱了 那就希望见人们开心 好不好 也不是专业的 欠仇了 大家开心 暖阳下的桥头 他有这样一姑娘 他有着长长的五黑发 一双眼明亮 姑娘 你让我心荡漾 小鹿在乱撞 你说无人在身旁 一个人在流浪 风花模样 你落落大方 坐在桥上 坐在桥上 我听你歌唱 当当 我说纪念姑娘 你的芬芳 我把你放心上 刻在了我心堂 纪念姑娘 你的忧伤 你的忧伤 我把你放心放 不想你牛浪 牛浪 哇 唱到两万人了 哇 两万个人了呀 被今天唱得来 这么好听 你唱得太美妙了 哎呀 唱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句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明天 雅 幻 小鹿 餓 碓 小鹿 小鹿